接下来有请选手们光着脚走一圈 本期任务是要求大家以太空为主题 创造震撼的爆炸瞬间 不仅爆炸的视觉效果要足够炫 更重要的是 选手们要创作一个发生在爆炸时的精彩故事 节目组准备了四种爆炸方式 分别是棒球击碎 自由落体 大爆炸 以及以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冲击的滑轨 选手们自己抽签来决定摧毁的方式 比如这组印度夫妻就抽到了大爆炸 不过在炸成碎片之前 欣赏一下他们花费7小时搭建的作品吧 这个长得像神人花一样的太空怪兽 正要侵略这个星球 不过另一边的宇航员也不会束手就擒 他布置了大量的炸药 准备让整个太空站和怪兽同归于尽 爆炸的瞬间 他会驾驶飞船逃离这颗星球 夫妻俩搭建的这只怪兽 血盆大口里布满了白色的尖锐獠牙 非常惊悚的鲜红色 这个造型真的太棒了 接下来主持人要按下遥控器 发动爆炸了 哎 竟然还炸出了反转剧情 这次反派获得了生命 怪兽连牙齿都没少一颗 而太空站倒是被炸个粉碎 宇航员也悲惨地迷失在了爆炸的尘埃里 摄影机漫放了爆炸的瞬间 哇 纷飞的砖块炸满了屏幕 此时怪兽的血盆大口仿佛在嘲笑人类一样 这剧情反派直呼内行 在评委给出好评后 主持人又强行加了一部续集 主持人在地上的零件里 找到了存活下来的宇航员 上一期印度夫妻的作品 在爆炸中反转再反转 接下来是两位胡子老哥的作品 胡子组搭建的是一座宇宙空间站 画面定格在一颗陨石即将毁灭空间站的瞬间 而空间站里的人仔正准备驾驶飞船 逃离这场灾难 为了能使爆炸场面看起来更加绚烂震撼 胡子老哥在空间站里塞进了超过一公斤的零件 接下来主持人又挥舞球棒了 没想到主持人一棒打出了额外剧情 飞船不仅存活了下来 竟然还完美地着陆了 简直是科幻小说中的场景 小哥组做了一个紫色的大怪兽 弯曲的触手绑架着人仔 但怪兽却不能再继续嚣张了 他的身体里被插入了一只火箭 在被球棒击碎的瞬间 火箭会穿过怪兽的肚子 看过美版的同学一定觉得 这只紫色的怪兽有些眼熟 因为在美版乐高大师里也有相似的造型 不过鉴于奥版出的更早 所以美版可能有一些借鉴的成分吧 接下来主持人要挥棒了 被击碎的一瞬间 砖块仿佛怪兽的血肉一般炸裂开来 火箭有点堵车 但还是成功的飞了出来 怪兽的粉色大脑也完美出镜 太精彩了 这对新婚夫妻选择搭建一座 即将坠落在月球上的蜜月火箭 火箭里面有代表了夫妻俩的形象的人物 他们希望即使火箭坠毁 两个人也会紧紧抱在一起 成功了 夫妻俩完美地存活了下来 炸得满天纷飞的不是乐高 是狗粮啊 他们在火箭里塞进了很多彩色透明砖 在镜头下bling bling的闪烁着 非常漂亮 但主题是space 太空不是sweet 他们因为过于专注故事 而导致作品失去了太空感 过于卡通化 偏提了呀 祖父俩因为最后出现了一些意外 作品和故事都只剩下了一半 看看他们剩下的作品 在滑轨每小时100公里的冲击下 爆炸效果表现得怎么样 虽然作品只有一半 但行星撞进黑洞的瞬间 爆炸效果也不错 祖孙的作品概念很好 但即使太阳在 以滑轨的摧毁方式 太阳本身能撞到墙的机会就不大 技术上还有待改善呀 这是一场24小时 就可以赢下70万人民币的乐高大师总决赛 那么一分钟就是500块 恭喜你已经看了30块的总决赛了 最后进入决赛的是三组亲兄弟 美版这次不再是自由主题 而且要利用灯光展示白天黑夜不同的画面 比赛时间也缩短为24小时 提前给你们剧透一下 是兄弟组获胜了 反正兄弟组从小到大 手里的乐高就没放下来过 他们准备做一个森林的看守者 一只巨大的树人 到了晚上各种动物都开始活跃了起来 他们将灯光埋在了透明砖搭建的河水里 这么大一个乐高树人 竟然比我还多了5块腹肌 这个身高百米的千岁树人 每天都会在大陆的森林里巡逻 去拯救迷路的人 树人手里就是以白人兄弟俩为形象的人仔 关灯后的夜晚 可以看到树人的瞳孔 全照宝石都在发光 脚下的核流光溢彩 灯和透明砖打出了绝妙的配合 双猫胎组准备做一个大沙漏 上下呈现出两个不同的世界 他们选择了假以两对分别施工的方案 就是最后相遇的时候 可能会有点麻烦 还好就是节目效果 最后的沙漏成功固定住了 双猫胎整体在创意上 就从没让人失望过 他们将沙漏分成了两个世界 底部的白昼世界 是一座热闹的小镇 顶部的黑夜世界 有着巨型蝙蝠和慕名而来的探险家 关灯后蝙蝠的眼睛变成了绿色 可惜是底部灯光 没有安排更多设计 混在一起 发现有种9块9的塑料感 下一期总决赛完结篇 盲盒界内卷严重 终于把积木也卷进去了 前几天我用一个盲盒的钱 端了一整套积木盲盒 正版联名 一个已经70岁的老IP 知道这个的应该都结婚了吧 这个价格里面 竟然还配了亚克力防尘盒 先随机开一盒 看上面的凸点 所有场景应该是可以拼在一起的 零件数大概在几十个 手速快的 刷完这个视频的时间 就可以拼完一套 这套看贴纸 应该是赛车电竞选手 再给亚克力盒上来一张logo标签 不得不说 贴贴纸真的很解压 史诺比首次登场 在1950年的花山漫画里 原型是有着 破坏之王称号的 比格列兔犬 当年可是家喻户晓 还成为了NASA官方的吉祥物 最后六套顶部的颗粒 可以互相拼接到一起 如果你想节省空间 也可以这么拼 还有各种实用主义型 拆盲盒加拼积木 简直是性价比之王 转一下手柄 地球自转一周 转30下 地球自转30周 也就是一个月 转365下 不行 还是上电机好了 几年前在油管上 看到JKBreakwork大神 自制了一个三球仪 没想到被开打买了下来 做成了我今天手里的这套 套件的说明书里 有个地锐月 以及节气的介绍 右下角还能看到JK的签名 零件看着不多 但因为机械组比颗粒更复杂 搭建完最快 也需要一个下午 圆盘上标注了月份 一张贴着的距离 也刚好够地球自转30次 真给我体会了一把机械的巧妙 今天的题目就是在这 只有几个小颗粒的墙上 向前延伸出一条巨大的砖块桥 以及一座大城堡 物理满分的同学一听就知道 这是一道结构支撑的难题 因此桥最长的直接通关总决赛 白人兄弟最开始去参加乐高比赛 就是以搭城堡出名的 悬崖是灰色的 所以他们的城堡采用了白色做对比 悬崖旁边坐落着一座宝石矿城堡 偷到宝石的人冲出大门 必须在宝石北海面上的盗贼监印前抢回宝石 整体上得到了评委的认可 但女评委也提出了一个 能再让他们作品冲一层台阶的建议 比赛时他们旁边就是华裔兄弟 大的技术模型上 华裔兄弟有绝对优势 他们准备以中国传统建筑为参考 做一座通向天堂的东方城堡 兄弟俩以最长为目标 想要借此直冲总决赛 于是大家纷纷拿出尺子来测量彼此的长度 看到之后我才注意到 全场只有他们的建筑是在桥中间的 其他选手都是倚靠后方墙壁支撑点 这无形中是将沉重难度翻了个背 其实这个作品是弟弟为了纪念 因癌症离世的摩托车朋友而创作的 仔细看悬崖的旁边 他们还有几个支撑点没有用 确实是炫机的一种了 虽然故事上关联度不够大 但最后因为他们技术过硬 以最长的一组成绩 直接保送进了下一期总决赛 十个乐高小颗粒能做什么 也许他们能支撑起一座 长达1米8的砖块桥 双方台的创意相当冒险 渔夫在桥边钓到了一条巨大的鱼 重量压完了整座桥 创意很硬 但目端过重 也给他们的模型压出了一条大隐患 海边的神殿中 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比武大赛 与此同时 悬崖边的一个渔夫正在钓鱼 巨大的鱼咬住了钩 重量让整个城堡处在要崩塌的边缘 一瞬间的定格 给故事留下了360度的悬念 视觉上 他们迎在城堡采用了黄棕 淡绿三种和平宁静的临近色 通话感一下就出来了 用摇摇欲坠的悬崖 带出一系列的故事 基本集齐了三个评判标准 美学 故事 技巧的满分要素 但物理不好的选手 就像妈妈组在这一集就吃了大亏 他们准备做一个卡纸城堡 穷孩子在搬家的纸箱中创造自己的世界 他们这一集技术完全脱节了创意 搭建车的纸箱更像鸟窝 长度上也基本无缘总决赛 他们的作品也让人重新意识到这一集的难度 最后进入总决赛的是三个亲兄弟组合 他们刚好擅长三个不同领域 华裔的机械工程 双毛泰的创意设计 白人兄弟的美观与故事 下一集 终极挑战 盲盒界内卷严重 终于把积木也卷进去了 前几天我用一个盲盒的钱 端了一整套积木盲盒 正版联名 一个已经70岁的老IP 知道这个的应该都结婚了吧 这个价格里面竟然还配了亚克利防成盒 先随机开一盒 看上面的凸点 所有场景应该是可以拼在一起的 零件数大概在几十个 手速快的 刷完这个视频的时间 就可以拼完一套 这一套看贴纸应该是赛车电竞选手 再给亚克利盒上买一张logo标签 不得不说 贴贴纸真的很解压 史诺比首次登场 在1950年的《花山漫画》里 原型是比格列兔犬 当年可是家喻户晓 还成为了NASA官方的吉祥物 最后六套顶部的颗粒 可以互相拼接到一起 如果你想节省空间 也可以这么拼 还有各种实用主义型 希望厂家们多来点这种 可玩性强 又有收藏价值的盲盒